南投县长林明秦今早说,南投县去年死于费县来人数241人,这是中央适当的能源政策,造成南投空屋的结果,县府要向台中火力电厂提民事求偿案,为每位死者家属求偿100万元,透过法院判决逼中火简煤。 但台电下午回应,认为台中电厂空无排放对中张头地区下午2.5贡献度并不高,对南投地区空品贡献影响轻微。 台电指出,根据卫生福利部死因统计年报,南投县并非呼吸道离癌率排名第一只县市,且资料显示,各县市每10万人因呼吸道死亡人数,与其是否位于电厂上下风处之变化差异并不明显,显示居民离癌率的成因复杂,无法显示与电厂排放之关联性。 且根据台电公司委托研究调查,台中电厂空无排放对中张头地区下午2.5贡献度并不高,对南投地区空品贡献影响轻微。 台电也说,为改善台中地区空气品质,台中电厂除配合台中市府减少生煤使用。 如前年台中市政府修正公布生煤管制自制条例,去年年减少核发中或生煤许可量500万吨。 统计今年1-6月,台中电厂生煤使用量785.91万吨,用煤量已比去年上半年减少122.9万吨。 南投县长林明琴,中,说,县府要向台中火力电厂提民事求偿案,为每位肺腺癌死者家属求偿100万元,透过法院判决逼中火简煤。 但台电回应说,台中电厂空无排放对中张头地区下午2.5贡献度并不高,对南投地区空品贡献影响轻微。 图报细资料照。 分享。